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神奇的安慰剂效应可以让病人 即使吃了不具止痛的药物 也能够有心理作用 获得症状的舒缓 只是过去在安慰剂效应的研究上 大多都是行为相关的实验探讨 针对它在人类的大脑中 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一直都是个谜 台大脑语新智科学研究所的 曾明宗副教授带领团队 花费五年多的时间 利用心理学实验跟功能性磁症造影 以及运算模式成功找到答案了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就要带您深入了解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身体不舒服像是头痛牙痛 朋友向你推荐吃某种药物 能立即见效 即使这些药物本身不具止痛成分 你仍感觉吃了就真的不痛了 这种因为自己预期或相信治疗有效 而让人获得症状舒缓的心理效果 就是所谓的安慰剂效应 比如说有的人他本身就是比较乐观 他比较相信这个医生 所以他对于这个药物治疗的效果就会很好 反过来说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悲观 或者是说他对于这个医生给他的这个讯息 都是去解读他负面的部分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种病人 他的治疗效果是比较差的 安慰剂效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这个概念在1955年被外国学者提出 不过在过去的研究上 大多是行为相关的实验探讨 针对安慰剂效应在人类大脑中 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个谜 对此台大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则民宗副教授带领团队花费五年多时间利用心理学实验和功能性磁症造影以及运算模型试图要解答出这个有趣的问题 在我们一般临床的检查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抽个血或是说咽一个什么造个骗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病人他到底有没有觉得痛或是说这个药物治疗止痛的效果是怎么样这样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经由这个认知实验的方法去探讨说我们大脑到底是怎么去产生这个止痛的机制 来到实验室模拟试验过程 研究人员在电极贴片挤上凝胶贴在受试者的手上 线头连接好仪器调整好电流强度的参数 好那我等一下会数三二一然后给你一个刺激 那就请依据你的痛觉强度做评分 三二一 受试者可依据自己的主观感受针对痛觉强度在电脑上进行评分 同时另一台电脑也透过肤电反应来记录受试者的情绪反应 我们会用一些生理的记录仪比如说这个肤电反应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我们去看说那么这个痛觉的这个肤电反应 跟我们实际上受试者的感觉的是不是有相关 接着来到台大身体心灵与文化整合影像研究中心 利用这台白色大型仪器也就是MRI磁症造影 让受试者跟着研究员的引导平躺在床舱上 佩戴好感应器同步在荧幕上预告受试者等等痛觉的强度大小 进行脑部功能性扫描 那等一下就扫一个结构 好 那它主要可以扫脑部的结构 然后还有脑部的活化作用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会利用这台仪器 然后先看受试者的脑部构造 然后接下来请受试者做痛觉实验 然后再透过去分析脑讯号 然后去看哪些脑区有活化 研究员透过荧幕预告受试者痛觉刺激的强度 有时候预告受试者将得到轻度的痛刺激 有时候则预告是重度的痛刺激 但实际上给予受试者的痛觉强度 则不一定与荧幕显示一致 这时候团队就发现 当受试者预期接下来的刺激是最不痛的时候 大脑内作为正向情绪的内侧框额皮质 就会活化 使受试者感到愉悦 同时脑部负责处理痛觉的海马回也会有反应 成功找到安慰剂效应在大脑产生的原因 这个脑区跟海马回这个地方 它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个神经讯号的关联性 也就是它们的神经讯号会在处理预期这件事情上面 有一个同步的反应 代表说它们的神经讯号可能鼻子有互相连接 那它们的连接强度就会去反应了这个受试者最后的痛觉强度 这样子 这个脑部的有一个地方叫做insular 当我预期比较不痛的时候呢 它的反应就会比较亮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呢 处理这个预期影响痛觉其实是有不同的区域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实验方法把这些脑部的反应找出来 研究团队进行功能性磁症噪影实验 成功解开人类大脑处理痛觉的神经激转 未来也将继续深入研究 为研发治疗方式带来另一道曙光 感谢观看